这个女孩耳朵里被塞满了电线 被一个陌生人锁在了这个房间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自从被带到这个神秘的房间里以后 小鸡就一直等待着秀书前来营救自己 可当门打开之后 走进来的依然是那个陌生的男人 他的手里抱着一堆电线 没错 现在的他要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小鸡现在还不明白这到底是要做什么 而男人却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他要了解小鸡的全部 解开小鸡的身世之谜 而另一边秀书带着思默默正在疯狂的奔跑着 为了找到小鸡 现在的秀书也算是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突然聂先生打来了电话 原来又有人给他发来了一张照片 聂先生觉得这张照片或许和小鸡的失踪有关系 于是秀书只能快速跑回家连接上电视 可是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秀书不由的有些懵逼 这乱七八糟的图形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这张照片里完全找不到线索啊 就连思默默也看不懂这图片的内容 就在秀书一通雾水的时候 新宝竟然走了进来 原来得知小鸡失踪以后 新宝和清水老师都很担心小鸡的安慰 他们猜测到秀书一定很着急 所以清水老师让新宝回来帮忙寻找 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希望 不得不说 清水老师和新宝简直就是神仙眷女啊 这心肠也太好了吧 而另一边的小鸡已经被迫开始了调查行动 当这家伙把小鸡的耳朵里插门电线的时候 他们觉得此时的小鸡像个珍贵的礼物 当他推开门的那一瞬间 彤彤简直惊呆了 这家伙绝对是个财大气粗的电脑狂 他的家里竟然有二十多台人性电脑 这简直就是会行走的人民币啊 对电脑痴迷到这种程度也算是个人才了 看来这一次小鸡是凶多吉少咯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人在担心着小鸡的安慰 那就是房东小姐姐 这个女孩绝对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而且她很清楚小鸡现在的处境 可她却选择了什么都不做 但值得怀疑的是 小鸡一直深爱的无人城市 竟然是房东小姐姐画出来的 幸亏有新宝及时回来 秀书才有了主心骨 新宝猜测这张照片应该是导豪上的某个地图 于是他们赶紧联系念先生 希望他的电脑能够对这张地图有所分析 念先生呢也是个仗义的朋友 他直接命令自己的所有电脑 停止手头的工作 开始分析这张地图 可是分析出来的结果 秀书简直大吃一惊 当时整个国家和这个地图上 相识的路线有一万多处 当他们把地图一点一点 从小范围以后 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可这个位置显示出来以后 念先生瞬间就知道了 带走小鸡的那个家伙是谁 没错 这个人就是论坛上 打鸣鼎鼎的蜻蜓 这个叫蜻蜓的家伙 平时在论坛上很是高调 又这样推测 他或许是因为 在论坛上看到了念先生发的帖子 所以对小鸡很感兴趣 所以在偶遇了小鸡之后 才不顾一切的拐走了小鸡 其实又这样推测的一点都不错 蜻蜓就是这样一个自私的家伙 当初在论坛上看到这台电脑的时候 他心里就满是欣喜 其实他本以为自己不会见到这台电脑 因为像这种珍惜程度的电脑 主人应该很珍惜才对 但其实秀叔根本就不知道 小鸡有这么大的利用价值 所以才会放心的让小鸡一个人去做兼职 没想到这蜻蜓的动作这么快 这边的蜻蜓还在用自己的电脑分析着小鸡 另一边的秀叔和信包已经飞快地来到了蜻蜓家的附近 可是这里的房子大多对一个样 根本就看不出来哪一家才是蜻蜓家 总不能一下一下地敲门去问吧 蜻蜓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很快就会成功 可没想到分析了两个小时以后还没有什么进展 而此时的小鸡心里也在做着巨大的斗争 他能感受到这个男人不是自己想要的人 于是蜻蜓眼睁睁地看着小鸡浑身发出了光芒 直接拒绝了访问的请求 与此同时所有的电脑都进入了休眠状态 就在秀叔和信包还在房子外面寻找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阵耀眼的光芒 等到他们赶到时 整个房间都如同发生了大爆炸一般 蜻蜓也被吓得缩在了角落里 而小鸡看到秀叔的到来以后 飞快地跑了过来 然后轻轻地吻上了秀叔的嘴唇 说起来这也算是他们彼此的初吻了 之后的小鸡就被秀叔带回了家里 但是秀叔一直很迷惑 平时单纯天真的小鸡怎么会有这样的爆发性伤害呢 又怎么会突然的亲吻了自己呢 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壮的是醒来的小鸡和往常一样可爱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去书店付钱 而房东小姐姐也终于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她到底和小鸡是什么关系呢 我是彤彤 我们下期再见吧 Mua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